音乐 我要满口赞美你 我要终日颂养你 当我歌颂你时 我的双唇必要翻腾 阿雷路亚 因父及自己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 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因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基督徒在耶路撒冷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以犹太人为主要的成员 但是当这个讯息传到外邦地区的时候 就有了希腊 有了外邦人加入这个团体 那外邦人跟希腊 跟犹太人的不一样是在哪里呢 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法律 他们均守他们的法律 他们也保留他们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均守安息日 歌顺礼 要对食物的结与不结的均守 当外邦人他们要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的犹太的基督徒 要求这些外邦人要接受犹太人的传统 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今天的读经义里面 不只是出现在今天的读经义 在罗马书我们会看到这个的问题 外邦人与犹太人建立这个的教会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那遇到的这个问题要怎么办 他们就把这个问题带到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一起商讨 开会要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商道礼仪 我希望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赏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祈祷 天主你喜欢忍全节无罪 更乐于使人回复全节 求你求使你的仆人们 回心专意 使所有疑惑的信仰 摆脱黑暗的人 乐于接受你真理之光的照耀 永远不再迷失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只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攻读中途大事录 那时候 从犹太下来了几个人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是不按眉色的惯例 行割礼 便不能得救 保禄同纳伯 与他们激烈争执 辩论起来 大家就指定保禄跟纳伯 和他们中间的几个人 上耶路撒冷去见长老和宗徒 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被教会送行之后 路过菲尼基和撒玛利亚 沿途叙述外邦人怎样规划 使弟兄们非常欢喜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后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后 受到教会 宗徒和长老的欢迎 就报告天主 协同他们所做的一切大事 但是有几个从法利赛党 归一的信众起来 说 必须叫外邦人受割礼 也应该命他们遵守 梅色的法律 宗徒和长老们就开会商议这件事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们要欢喜的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们要欢喜的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真高兴 因为有人对我说 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耶路撒冷 我们的脚已经进入你的门线 我们要欢喜的进入上主的圣殿 耶路撒冷的确是一座京城 有雄伟的建筑 整齐的世荣 各支派 上主的各支派都涌向城中 我们要欢喜的进入上主的圣殿 按照以色列的惯例 称颂上主的名 这里设有审判的宝座 就是达位宗士的宝座 我们要欢喜的进入上主的圣殿 你们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你们内 那住在我内的就结许多的果实 愿主与你们同在 因下心灵同在 共度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圆顶 所有属于我而不结果实的侄子 他便尖掉 所有结果实的 他就修剪 使他结更多的果实 你们因我对你们所讲的话 已是清洁的了 你们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你们内 侄子若不愿在葡萄树上 凭自己就不能结果 同样 你们若不住在我内 也不能结果实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侄子 谁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他内 他就结许多果实 因为离了我 你们什么也不能做 谁若不住在我内 就像侄子丢在外面而苦干了 有人便把他捨起来 投入火中烧掉了 你们如果住在我内 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 那么你们无论想要什么 尽管求吧 就会给你们成就 只要你们多结果实 并且成为我的门徒 我就是 这就是我父的光荣 上主的圣言 基督主我们在美命 大家平安 神祝平安 有一次去爬山 在山中 神灵 就看到 那个应该是盘腾的植物 看到他的叶子 看到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 还没有果实 看他的叶子 他的样子 好像是葡萄 好像是葡萄 我问朋友 是这个是葡萄吗 他说不会 葡萄是人要照顾的 在那个外面的 那这些 应该不算是葡萄 可能是野葡萄 那在今天 耶稣讲的 他是真葡萄树 是有真的 应该是有假的葡萄 所以在山林 我看到的这些 我以为是葡萄 可能就是算是假的葡萄 好 我们的重点不是 真葡萄跟假葡萄 我们的重点在这里 今天的福音 就是这个 真的葡萄 或是这葡萄树 跟他的子子的关系 葡萄与葡萄汁的关系 那耶稣讲的 葡萄汁 如果要连在葡萄树上 它才结果实 这个是常理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知道 如果把葡萄 葡萄汁剪掉 掉了 那这个葡萄 葡萄汁应该不会结果实的 那在今天的我们所听到的 这个葡萄汁是他自动的离开了葡萄树 他自己决定要离开葡萄树 离开了我你们就不会结果实 所以这个子子是他自己决定自动自愿离开葡萄树 我在做梦想的时候 我看到这种的葡萄汁 这个子子 应该是属于 应该是缺少了什么 缺少了智慧 那如果我们说笨蛋 也可能我们可以用 为什么呢 他缺少了这个智慧 如果他继续留在葡萄树上 他不需要做劳苦 他只等待时间 时间到了 他就结果实 他不需要这么辛苦的劳苦去找营养 因为葡萄树的葡萄根在工作 去找这些的营养 以后他送过去到这个葡萄汁那里 就是这样的而已 他要做的只有这么简单的 继续留在葡萄树上 继续留在葡萄树上 这样的他就可以结果实 那耶稣是用这个是一个比喻 后面他讲的 你们要住在我的爱内 这个才是 我们要留在天主 在耶稣基督的爱内 离开了天主 离开了耶稣基督 我们要独立过我们的神祸的时候 我们就像这个葡萄 这个侄子 离开了葡萄树一样 我们就变成苦干了 我们就变成是 无用的 不会结果实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你要继续留在天主耶稣基督的爱内 或是要离开了天主 知道了 结果就是在我们面前 我们看到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变成是无用的 你变成苦干的 你变成没有结果实的 你愿意这样的吗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想 要结出 想成的果实 如果我们想要结果实的话 继续留在耶稣基督的爱内 继续留在天主的爱内 继续成为天主的子女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情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愿意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结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全意全力消害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意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因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绑架 终身适逢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终于是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是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送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十七恩的安慰者圣神 清除于我们 其切信用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打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风波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会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足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良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城里面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在主内 我们自相爱 你们自相爱是名领 在主泰力 平安四于我们 宽 x 反国 在主内 在主内 喜悦无缺lor 贱 facility 我们都天下 猎 在主内 我们光荣至高地上主 耶稣是真正葡萄树 我们是葡萄菌 圣活在主的慈爱中 才能接触长尊的果实